其实我们在做这些资料报表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条很重要的线 就是KPI的管理一定要加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常数线来去表达 其他还有很多什么线下线 线上线还有中线 我希望说其实多多少少你们都要去了解 因为我们到时候给你们的统计图 光是我们大概第三天 这些统计图是不够的 我们还会再多增加好多好多的统计图给你 今天只会最多秀到两个 好我们就先看一下 怎么样再增加一条常数线 那当然就是直接在这里面 然后点选常数线加入 加入这个值是多少呢 首先这个名称改一下 这个名称应该叫做什么 例如说2010年目标销售目标 好接下来呢 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应该是73.5个百万 多了一个 应该在这个地方嘛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色彩 这个色彩 那建议你就不要再用相同的这条线 例如说我们换隔壁的这条线 然后透明度呢 好例如说稍微下降一点 好然后在虚线这些我想应该都一样 资料标签打开 打开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文字显示名称与值 例如说放置在水平位置靠右 靠右 好 这个垂直位置 垂直位置有高于或下面 就是这条线的上面还是下面 好例如说刚刚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平均线1 好 我们假设把它的垂直位置放在下面好了 放在这条线下面 这样子才会上下 上下做一个区别让别人看得懂 哦 我们现在画的是什么线 好 所以有了这两条线之后呢 其实在管理上面是有一些意义的 就是可以给各位去做一些参考 这些线 简单的说 它就叫KPI 对吧 KPI 好 真的请你们注意 管理有一个很基本的做法 就是 主管只要问一件事 达到目标了吗 通常我们是问主管是要问这件事 那如果说很严重的 就是没有达到目标 我们才会下去去追 下去去追 不然的话 通常主管这时候 如果是没有达到目标 他会怎么想 他一定会去问什么 为什么没有达到目标 对不对 但是请你们 可能是不是来去思考另外一种管理的方式 另外一个管理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说他今天达到目标 我们一定是问好的那一面 没有达到目标 一定是问为什么没有达到目标 那通常都是会有苛责 能不能把那个想法调整一下 问法上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结果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一条线 叫做常数线 做完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总共我这边有123456 有六种线 这边是不是有一条 这代表说 我常数线虽然现在只做了一条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再定一个六都的目标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去 把那个全国的平均线定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不然只看自己 好对不对 这个常数线我们也可以去看 那全国的平均是多少 也可以透过这个常数线来制作 这样这样子的话来去做比较 我会觉得会更好一点 所以您的目标 如果您是主管 请你好好的善用这六种线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常数线